我們今天的課程 談的是酵母菌遺傳的量化分析 在你利用酵母菌做的 這些遺傳的試驗裡頭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能夠利用定量量化的方式 來分析生物遺傳的結果 那麼我們上一堂課 有提到酵母菌的交配跟繁殖 其中有談到它的很多的 spiration 的過程 我們今天的課程比較偏重於 怎麼樣實際的去操作 減速分裂所得到的這些結果 它的量化分析的部分 比較偏重實際操作的課程的部分 這是我們上個堂課裡看到的 這個表 說明說這個酵母菌它事實上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飢餓它的碳元跟蛋元的方式 使得這個雙套體的細胞 進入減速分裂 然後產生四顆單套的這個包子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比較著重在 那你得到了這個指囊跟四顆單套的包子以後 你怎麼去去蒐集它 然後怎麼去做分析的這個過程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 簡單的這個實驗的步驟 這個步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讓細胞進行 要讓它先養起來 所以你用YEPD去養它 接著下來的步驟就是要想盡辦法 把這個營養分裂進行 營養的這個成分給它洗掉 所以簡單的來講就是你需要把這個 你打算拿來 進行Sploration 的這些細胞 把它離清下來 然後用這個無菌的這個水 去洗它好幾次 目的就是把那個 沾染在上頭的這些營養成分 都給它洗掉 完了之後呢 你把它resuspend resuspend在這個0.3%的這個 醋酸甲 那這是一種醋酸甲 那基本上醋酸對酵母菌來講 它可以是一個carbon source 可是它是一個很糟糕的carbon source 就是說 如果同時有好幾種的carbon source 讓酵母菌選擇的話 它事實上是不太喜歡去用醋酸 雖然它可以當作一個carbon source 然後我們又給它非常低的濃度 只有0.3%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個東西的存在 0.3%的這個potassium acetate 的這個使用呢 是過去幾十年來 那科學家 生物學家在操作 酵母菌的這個Sploration 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 一個很好用的一個 一個solution 一個condition 那我們把這個洗過的這個細胞呢 給它resuspend在這個potassium acetate上頭 然後完了之後呢 你就不給它其他任何的養分 那你把它養在低溫的地方 所以我們平常的酵母菌是養在30度 那你給它在2、3度的地方生長 就讓它在那裡搖晃 在這個condition 之下呢 你只要經過大約三天到五天 通常是在這個期間呢 那有時候可能是時間要長一點 你可能要用到一個禮拜 七天八天的 那通常在三天到五天 那這個culture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這個子囊的產生 所以這個時候呢 過了這個幾天以後呢 你可以到把你的culture裡面呢 然後拿一點點出來 在顯微鏡底下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它的spolulation的那個efficiency 它的那個速率 那通常如果是一個waltime waltime就是說 它沒有什麼很多的這個 基因切線的這些細胞呢 它的spolulation 大概你都可以拿到三十到四十percent 換句話說你取了一點 在顯微鏡底下檢查 那整個你看到的那個範圍裡頭 大概有三十到四十percent 你可以看到那個asca的存在 那個就是相當好的 那個spolulation的efficiency 然後接著下來呢 你等到你拿到了這樣的culture 以後 接著下來你才是要把它 做一些準備 準備我們接著下來要怎麼做 那個做分析 所以呢 你拿到那個culture 之後呢 接著下來的第一件事情 你還是一樣 你把你所要操作的那個部分呢 給它收集起來 給它取出來 沉澱下來 離心沉澱下來 然後給它洗了幾次 用那個無菌水洗了幾次 然後之後呢你把它suspend在一個 所謂的sce buffer上頭 那為什麼要用sce buffer 接著下來你要用一個酵素 去切那個指囊壁 我們也不是上一堂課 有提過那個指囊 那個壁是一個很特殊的成分的構造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酵素去切它 那這個酵素的最適合的 那個作用的那個buffer 就叫做sce buffer 所以你可以配sce buffer 然後用lidicase去切它 然後切完了以後呢 切多久呢 切一個鐘頭 切一個鐘頭 那切完了以後呢 你要把那個 那個水 利用水把那個酵素器 lidicase給它洗掉 因為你 磁吸讓它存在那裡的話 它還會繼續切下去 我們在上一堂課 也有談到那個作用 當你在準備這個指囊 要做這個sport的分析的時候 你希望切下來的condition是 這個ascus的這個b呢 它破損了一點點 局部的破損 那局部的破損的好處是 這四顆的包子 就會還聚集在一起 容易讓你來操作 假設你切得太過的時候 這些包子可能四分而四散 它可能會散開 那到時候你大概就沒有辦法去找到這四顆 同屬於一顆diproid的細胞來的 那個四個配置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你用水把那個lidicase洗掉以後呢 你就直接把它 resuspend在那個無菌水裡頭 那因為我們提過那個sport 它的那個b 細胞b 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很扎實 那你放在水裡頭 它不會有什麼 對它的細胞壁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它可以 停留在那個環境裡頭 一段很長的時間 甚至於 如果你實驗呢 需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 好幾天來操作的話 你可以把你做好的這些sport 放在冰箱裡頭 它可以停留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讓你 讓你慢慢地來做底下需要做的那些分析 那麼我們拿到了這樣的切好的這個ascus 也就是要準備去分析它的sport的時候呢 這個每一個子囊裡頭呢 這個四顆sport 因為它是四顆 那我們通常平常就叫它叫tetra 或是叫tetrasport tetra就是四顆的意思 那麼你開始要分析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你拿一個plate 這個plate呢 就是dapplate dapplate dapplate基本上跟那個 yepd是很像的 只不過它裡面的成分稍微做一點調整 做調整的理由是 我們想要控制這個plate上頭 這個表面 它的那個黏稠度 黏稠性 因為你如果太黏的話 我們以後不是要進到這裡面去 把一顆一顆的包子取出來嗎 太黏的話 你那個取它的那個碳針 不容易把它沾黏出來 因為它太黏 所以我們調整了一下yepd裡邊的成分 那會做出來的這個 對我們後續要做分析的那個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你把剛剛我們在前面準備好的那個 已經切好的那個 已經spirulated culture 然後給它塗在這個中間 這一條中間 那塗好以後呢 這裡面就是命運媽媽 很多的細胞 有些細胞是沒有spolar成功的 因為記得我們剛剛有講說 那個spolarization 那個很好的efficiency 基本上大概30到40% 所以換句話說還有 60到70%的細胞 還是保持原來的deployed vegetative的細胞 他們沒有進行減速分裂 所以我們要到這裡頭去 把你看得到的那些指囊 一個一個給它挑出來 然後擺在這兩邊 擺在這兩側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先到這裡面去挑指囊 挑一個指囊出來 譬如說你把它擺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回頭去 把這四顆指囊裡面的四顆的包子 按照這個順序給它排 1234給它排在旁邊 我們使用的這個儀器 就叫microscopic manipulator 操作的原理是 這是一個平台 這是一個標準的顯微鏡 這是低倍的 這不可能用高倍 因為高倍你大概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看到那個tetra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說 這個你弄好了以後呢 基本上要等它吸進去 吸進去 你就可以把它拿過來 反過來 放在蓋 蓋過來 把它翻面蓋過來 所以這一套的設計基本上是 這裡有一個那個 遙控的那個把手 就是方向的遙控的把手 那這裡有一個hold 就是hold 那個固定器 但是有一根長的這個 長的這個 長的這個柄 細細的這個柄 那這個柄的這個末端的地方呢 設計有一個針 微細的那個micron needle 那個針 所以那個末端的這個針是朝上的 針是朝上的 那剛剛我們把這個play 不是拿到這個來就是把它蓋過來嗎 所以現在這個朝上的針 是可以直接接觸到 前面的這個部分 這個蓋過來的這個細胞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去接觸它 那怎麼去接觸它呢 當然就是從這個把手 去操控這個針的前後左右上下移動 然後用它去碰那個細胞 然後把你要的那個子囊 一顆一顆的拿出來 那麼你要把這個拿出來的細胞指囊 你要擺在什麼位置呢 你利用這一端控制器呢 來移動這個平台 左右前後的這個移動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把 你挑到的那個指囊 放在哪一個位置上頭 那麼這裡當然這種操作的 儀器呢 其實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的這個訓練 並不是每一個人這個 一碰到這個儀器你就上手 那你在看這個 使用這個儀器的時候 光源是在下面 光源是在下面 那你的 你的那個一排的那個 指囊的那個culture 在這裡 你的針在底下 針在底下 那你看的地方是從上方這樣看過去 那看到的樣子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底下就是你看到 從上面這裡看下去 底下的地方是光源 所以後面的地方是亮的 所以你要慢慢的把你那個針呢 往上提起來 那當它碰到那個 你的AGA那個Pray 你那個培養機的那個Pray的時候呢 你可以感到感受到 有一個黑黑的那個點 往上抬起來 往上抬起來 所以這個是你的針頭 就是你從這個看下去 抬上來 你看到那個針頭的位置 那你注意看這個針頭的位置在這裡 那你其實你可以看到類似這樣 這是一個ASCUS 它裡面有四顆SPOR 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TETRA 我們叫它叫TETRA 所以你利用這種方式 把針頭提起來 然後把針稍微挪過來一點 然後用這個針頭去碰到它 那它好像有一點被吸過去的那種感覺 就被黏上去 然後你再把針頭往下 然後開始去轉動這個台 然後在你想要放下來的位置呢 你再把它往上 然後把它放到新的位置去 就是用這種方式 不斷的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那通常我們在做這個分析的時候呢 你可以做很多組很多組的 這些TETRA 所以像這個的結果就是 你在這邊挑到了一個TETRA 你先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四顆 然後你再用針頭回來 把這個四顆呢 分別 放在四個 等據的位置上頭 你已經有標誌的那個等據的位置 所以這四顆ABCD代表是 同一顆ASCUS出來的四顆單套的細胞 所以這是一組 然後你可以做總共可以做很多很多組 這個大概 通常我們可以做到20組 20組的這個TETRA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有兩面 這邊也可以做 這邊也可以做 所以你實際上做起來 會像這個樣子 中間這個是你土的那個位置 然後你四顆四顆四顆擺上去 那這裡的鎂 一組一組的這個四顆 基本上就是代表 一個DEPROE細胞 經過減速分裂以後 所產生的四顆單套的這個包子 然後不要忘記了 你擺上去的時候 只有一顆的包子 那這一顆的包子 必須要經過一段的時間 它才會形成這個colony 一個一個菌落 所以這個可能要等個兩天左右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樣子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從這個每一個位置 把這四顆四顆挑起來 給它transfer 到另外一個新鮮的YEPD的play上頭 那這樣的排列基本上就是 這是一組TETRA 這是一組TETRA 所以你是用patch的方式 patch的方式 把一顆一顆的spot 分別劃在這個上頭 再經過一天兩天的時間 等這個又長好以後 才是我們真正去分析它的性狀 分析它的基因型跟表現性的實際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分析呢 我們利用一個實際的這個例子來看 假設我們想做的是 單性狀的雜交實驗 夢得益團實驗 那同樣的我們是拿 紅色的酵母菌跟白色的酵母菌 來進行雜交 那經過了我們之前描述的說 F1 F2這樣的過程之後呢 我們最主要最終是要看F2 看F2的這個的性狀 那麼F2的性狀你怎麼做呢 你等這一次F1的spolulation F1的減速分裂以後呢 你每一顆細胞不是就拿到四顆的TETRA嗎 那按照那個自由分離的那個率 你應該就是拿到其中有兩顆AA 兩顆α 那麼這裡頭呢 當然就會有紅的跟白的那個細胞存在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這個一大群的裡頭 你是要挑兩顆A的紅白 兩顆α的紅白 然後利用它的這個自由交配的這個方式 那基本上就是產生四個 四個不同的組合出來 那這個四個組合 基本上就代表我們最後F2 所可以獲得的性狀的那個比例 所以最後你又要問說 那白色跟紅色在這四個裡頭 它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們已經知道按照孟德爾遺傳定例 因為我們知道產生紅色的那個 那個性狀是一個隱性 是一個recessive mutation 所以白色是dominant 紅色是recessive 所以這裡應該就會有白色的三組 然後紅色的一組 這樣的結果出現 這是單性狀雜交的實驗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剛剛前面 以前那張圖已經解釋過了 就是說我們拿到那麼多的這個包子 然後第一件事情是 你先得去檢視他們的那個現狀 檢視他們的現狀 那在這個case 裡頭 事實上你可以想像 這裡應該就是有 紅色跟白色的colony 的那個結果出現 那這個結果出現了以後 那同時這一些每一顆包子 我們都可以去檢測它的那個交配型 它是什麼 它是A還是α交配型 那這個有關於交配型的檢定的方式 我們在實驗進行的過程當中 會在課堂上另外再來做解釋 這個基本上只是告訴你說 當你把這個養出來了以後 事實上你其實要先做一個過程 就是判別他們的紅色白色 還有鑑定他們的交配型 那就可以操作我剛剛描述的這個 紅白比例的這個實驗 那麼另外一個例子我們也可以 舉這個當作一個雙性狀雜交的一個實驗的方式 如果你還記得 那個有關Othotroph的那個Mark 我們之前有 特別有在一堂課上頭強調 那酵母菌可以利用這種Othotroph 當作它一個性狀的這個表達 那麼我們現在假設的例子是 假設我們要分析 分析這個細胞 跟那個細胞 交配了以後 他們性狀的那個在F2的那個 孟德爾遺傳的那個 性狀的那個比例到底是多少 這個細胞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它的Trip1 合成Tryptophen的那個基因是壞掉的 那合成Lucine是好的 那這個是反過來 合成Tryptophen是好的 那合成Lucine是壞掉的 所以這個代表是一個雙性狀 兩種不同性狀的這個雜交實驗 那麼我們這裡是直接 談到F1製交以後的這個實驗 你F1製交以後呢 你拿到一個雙套體的這個細胞 然後你進行Sploration 利用我們剛剛談的這個Tetra的 這個分析的方式 你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這一個包子 這些包子 那等到你到了這一步以後呢 我們剛剛講的 你接著下來你要先去 鑑定這每一顆包子 就是它的交配型跟它的性狀 那在這個Case裡頭 因為我們在研究的雙性狀 是Tryptophen的合成基因 跟Lucine的合成基因 所以你要檢查的 基本上你就是利用兩個Drop out medium 一個是一個Play裡面缺Tryptophen在裡面 Minus Trip 另外一個是裡頭沒有Lucine在裡頭 所以它是Minus Lucine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兩個Play 來檢查它們的性狀 所以這一群的包子 你可以同時 同時在一系列的實驗裡頭 很快同一次的實驗裡頭 檢定它這個三個不同的性狀 那麼 等到你檢定完了以後呢 你就開始拿到很多的結果 所以我們會準備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呢 一是代表第一群 第一組的四顆Sport的那個形狀 四顆Sport我們就用ABCD來取代 所以每一組都有四顆的那個單套的包子 那第一個的地方我們先 鑑定它的交配型到底是什麼 那個交配型呢 是前面這個做過這個實驗以後 你得到的結果 所以你把那個結果填在這個地方 譬如說A跟C是A 然後B跟D是α 這是它的交配型 那同時你也做了這兩個Drop out prey的這個鑑定 所以你很可以很快的 就是很快的發現說 這個ABCD呢 它們的生長的情況 那這個是Drop out prey 是沒有Tryptophan的 這個是沒有Lucent的 那麼它生長呢 在Either它可以生長 或者是它不能生長 如果它不能生長的時候 代表它合成Tryptophan的基因是壞掉的 那如果是Plus可以生長的話 代表它是好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結果 假設我們現在得到第一組的Sport 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馬上可以根據這樣的結果 然後把第一組的這個Sport 它的那個基因型描述出來 所以它基因型是什麼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它可以生長 它不能生長 代表說第一組的第一個A 它是A的交配型 可是它的Lut2是壞的 就是從這個母細胞來的 這個Lut2是壞的 那第二個B呢 因為它多可以長 意思就是說它拿到了這一個 跟這一個 所以它整個是Prototroph 的Wild type的基因性 那C呢是A的 可是它的Triptophan是壞掉的 所以它是Triptophan 它拿到了這一個 All right 意思類推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這樣的 你只要鑑定它們的性狀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組的包子 它們的基因型 是這個樣子 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做 那個Tetra Analysis 利用那個Manipulator 直接做這種測試的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你很容易很簡單的 可以經過這種排列組合的方式 很快的鑑定出來 每一顆單套包子 它的性狀 跟它的基因型是什麼 好我們做個練習 假設我分析的第二組 四顆包子 那我們現在給你說 它的Mating type 是這個樣子 就是前面兩顆是A 後面兩顆是α 那麼現在呢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組的那個包子 這個包子 四顆的包子裡面呢 沒有任何的Prototrop 就是沒有任何 全部都是Valetype的那種 性狀的包子 跟沒有Double Mutant 什麼是Double Mutant 這個就是Double Mutant 像這一顆包子 它Trip1也壞了 Ru2也壞了 所以它是Double Mutant 那Prototrop 就是它每一個基因都是好的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的問題是 如果你要得到像這樣的condition 那麼請問這裡的那個 Drop out play 的那個檢查 這裡的結果應該是什麼 這是一個練習 那你可以想一下說 這個地方應該填 哪個地方應該填 Plus the sign 哪個地方應該是minus sign OK 所以簡單的說 你應該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假設你的安排 你的分別是這個樣子 所以 正負這裡負正 這裡正負 這裡負正 如果你的那個四顆包子 經過減速分裂以後 你得到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每一顆代表的 就是只有Single Mutant 所以這個是A 然後它路途精壞了 這個Triple 1精壞 這個路途精壞 這個Triple 1精壞 所以這一個減速分裂 事實上你是有機會 拿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而且非常常見的 這個孟德爾遺傳的模式 就是說 這是一個自由分配的這個 因為哪一個基因 跑到四顆配子裡頭去的這個機會 是均等的 所以他們會產生 有機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OK 所以這是一個練習 那同時 當你分析很多組很多組的那個 包子以後 那麼你這個就是業績越多 你可能分析十個十組 或者十二組 然後你就拿到了很多每一顆包子 再在每一組裡頭 每一顆包子 它的表現型跟它的基因型 好 那用這個例子 我們來操作這個雙 雙性狀的這些雜交 針對我們今天的那一個分析 我們是用Trip 一個細胞是Trip壞掉 另外一個細胞是Ru2壞掉 那所以你在做F2的這個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 因為它是雙性狀的 單性狀我們說這邊是兩個可能性 這邊是兩個可能性 這邊是兩個可能性 那如果是雙性狀的時候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那個 孟德爾遺傳實驗的這個 這個模式 這個方式 那兩個不同性狀 兩個基因 就是有四個可能性 那一邊有四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邊有四個可能性 那你看看我們安排 這上頭這邊都是排A 利用它A的 那 那中軸這邊的都是用 A的 所以那邊有四個可能性 譬如說這個可能性就是 這裡只壞掉Ru2基因 這裡 這個壞掉Trip1基因 這個是兩個都好的 那這個兩個都壞的 Double mutant 那這邊也是一樣 比如說這邊是 A的交配型的包子 所以 所以 針對孟德爾實驗的設計來講 基本上你做這樣的 雙性狀雜架的分析 你所能獲得的F2的後代 你頂多就是這個 44、16總的這個組合 就是 總共最後的這個結果 就是16總的這個組合 那麼這個16組的組合 如果你給它最後的那個 分析結束了以後 你把每一個可能性 都給它寫出來 上頭的這個是它的基因型 基因型 就是 這個結果是 你從這個跟它交配的這個結果 這個跟它交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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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所有最後的結果都 寫下來 你就可以得到上面的這個 每一個不同組合 交配的這個基因型 那有了這個基因型以後 你當然可以分析出來它的 表現性 表現性 那所以你如果是Trip Plus 表示它 在 Minus Trip的那個Play上頭 是可以生長的 這個是在 Minus Lucid的Play上 不能生長的 所以這是一種 代表其中的一種形狀 這是兩種的Drop-Out都可以生長 這個是兩種都可以生長 那這個一樣只可以在 Trip的那個Drop-Out生長 類似這樣的 所以你按照我們前面那個 交配的那個表格 你一共可以拿到 16個最後的結果 所以你會有16個這個結果 那這個16個結果 你仔細的去分析 它們性狀之間的差異 就你總共可以得到 四種不同的表現型 這個兩個都好的 這個一個好一個壞 這個一個壞一個好 那這兩個都壞的 所以你把這個整個結果 都給它整理出來以後 計算它的那個比例 你得到完整完完整整的正確的 孟德爾遺傳實驗的 9比3比3比1 4 這個雙線狀雜交的這個 這個實驗的結果 那麼基本上這個就是代表 我們如何利用 酵母菌這個生物 來操作孟德爾遺傳實驗的一個 一個例子 這個非常方便 然後它也容易操作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就可以拿到它的最後的這個結果 比起這個孟德爾的這個 做的這個彎豆實驗 往往要經年累累的這樣的操作 跟分析 那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有些也簡單多了